今年的比赛是四项赛事的合办体 全国羽毛球冠军赛团体赛单项赛 和第十四届全运会羽毛球项目团体的资格赛 和单项资格赛的一个比赛 那么到今天为止团体赛将全部结束 从明天开始到5月2号将进入到单项赛的争夺 5月2号我们也将为大家来进行 本次全国冠军赛的单项决赛的现场直播 现在画面当中出现的是 湖北队的小将王芷仪 那她在这个是2000年出生的一名选手 在2019年的时候呢 一口气拿下了六枚金牌 职业生涯当中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 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在2020年并没有太多的参加国际比赛 她的对手是左手持拍的福建选手谭宁 本身是湖南人 然后呢这个 后来呢是加入到了福建的代表队 谭宁是这个 本身是一个左手球员 但是她后来呢在这个训练的过程里边呢 也是接受了这个家长的建议 改成了一个右手 所以其实她的这个左右手的能力 都还是比较强的 软放一拍 谭宁是2003年出生的 非常年轻的一个小将 今天呢是在场上 唯一的一个奸向的球员 对于她来说 将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单打和双打 在节奏上面还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呢也需要 谭宁不仅在体力上面要合理分配 同时呢她的整个 思想和技战术的打法呢 也要有一个调整的过程 看您的这个劈队角的进攻 再次出现了失误 再次出现了失误 王芷怡呢 比对手大三岁啊 虽然两个人都很年轻 但是呢王芷怡现在在 这个比赛的前三分上面打的 就是相当的沉稳 再次出现了失误啊 王芷怡就是等于是 又敌深入的打法 这个发球 谭宁应该是现在要求太高 他应该在整个的 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 现在在进入到比赛状态之前啊 稍微的不要给自己 那么高的要求 至少先把这个比赛打起来 全是谭宁的无畏失误啊 这样给王芷怡带来了 5比0的领先 其实比较高难度 又是一个比较低的 一个回搓 又是想要搓的这个 极其的贴网 要搓出滚网的效果 漂亮 这是谭宁拿到的第一分 一个圆网勾对角 先要稳住了 在这个比赛的这个过程里边 要把自己的 在场上的这种根基扎牢 然后再想办法提升出球的质量 下压还是非常有力的 极其具有爆发力的 投顶直线 王芷怡的突击追身 夺回了发球全6比2 全球冠军赛的这个团体赛 它是采用一个波碑的赛制 五场三胜 然后每一场呢 是打三局两胜 每局21分制 这次球是落在了线上 福建队呢 男女队的这个实力都很平均 他们男女团体 都是进入到了决赛 关亚军的争夺 而湖北队呢 因为他们这个整个的省队里面 国家队的成员比较多 所以相对来讲呢 单双打都实力比较均衡 也是杀进了女子团体的决赛 今晚的男团呢 是在浙江和福建之间的 来争夺冠军 重复控制王芷怡的正拍的底线位 这个推球还是推得非常到位的 就是你在比分上面 如果跟对手啊 已经比较接近的情况下呢 他整个的这个心态 就会比较的平稳 反拍掉球到往前 这球是后场的一个 这个在往前比较被动的情况下 调起了高球啊 出界了 出界比较多 之前几天的转播 我们可以看到 面对观众的这片球场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风向的影响 对观众的影响 已经站在了往前的谭宁 一个不忘的得分机会 对观众的影响 出界 肯定这个年纪呢 肯定这个年纪呢 他还是国家青年队的这样的一个级别 参加的这个比赛还是青年队的 2019年 国家青年锦标赛的女当冠军 这个球很有突然性 终于劈对脚 批出了很高质量的一个杀球 你看到王芷怡为了救这个球 做出了一个愉悦的动作 整个人趴在球场上 在这场比赛第一局当中呢 唐宁第一次把比分追平 王芷怡的大叫给自己呢打打气 福建女队呢是去年全国锦标赛女子团体的第一名啊 这个谭宁呢也是球队的主力球员 这个人是去年轻人的主力球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前场的来救球出现了脚下打滑 这个救球之后他爬起来之后脚下打滑 非常的吃力这样领先11比9 是湖北队的王子怡进入到了这个技术间歇 二十秒 二十秒 十一比9 还是要的太边了 拉一个平高球出界 从前来看呢 这个谭宁还是要减少自己的无畏失误 啊 嗯 嗯 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点杀的这个防守还是不错的 抓推时间晚了 回球不是很到位 再次给了对手一个进攻下压的机会 杀上网 本人是快挡 很低位的一个回放 这个反拍也是太追求节奏了 对角线出现了失误 虽然只有三岁的年龄差距 但是这个2000年出生的王芷怡 就是看起来在这场比赛里面呢 他的表现还是非常的沉稳 重新呢占据了比分的优势 好球 这个是头顶位滑板 目前呢 中国女队在世界雨联的排名当中呢 截止到4月20号这个星期为止 世界排名第二位陈雨菲 是中国女单排名最高的球员 接下来就是世界排名第9的和平交 王芷怡是排在国内的第三名 他的这个世界排名是17位 然后呢就是25位的韩岳 那么韩岳呢今天呢也将作为第三单打 在福建代表队里面呢这个来出场 不知道比赛会不会打到这个阶段 福建队呢是全国锦标赛的 卫冕冠军 而这个湖北队是人才积极 单打和双打呢都是一辆比较均衡的球队 所以这场比赛呢将会竞争非常的激烈 激烈自ぐ Vert Mittel Little 打 Anda 加油 thumb хорошо 透顶滑板对角线 又是一个边线的初戒 唐宁总体给人的感觉 就是他非常地注重出球的质量 但是追求自己的这个出球的质量 也带来了比较多的失误风险 停顿的推底线 漂亮 王芷怡对角线平高球的过渡不是很倒背 看到这个抽一平高球 对方直接的一个对角线的点杀 12比17 王芷怡在领先进入到技术间歇之后 一直保持着比分上面的优势 你看到这个福建队的教练 是我国以前著名的世界冠军 男子单打的世界冠军陈宏 他宁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这个身体还是非常壮的啊 就是比较的这个健壮 腿部的力量应该是属于比较有爆发力的 可能是这个膝盖 因为刚才的这个旧球摔倒了以后有一点出血 所以现场需要治疗一下 他的这个右膝盖呢 是擦破了擦伤了 可是你看他的这个骨四头肌的这个肌肉啊 真的是非常有力量 属于比较那种腿部非常有爆发力的球员 而王芷怡呢 走上羽毛球道路 就是因为他小的时候身体比较的弱 然后呢就是通过羽毛球来锻炼身体 结果成为了他的一个职业选择现在 12比17 在2019年当中我们刚才说除了这个谭宁是获得了国际青年锦标赛的冠军 你当冠军之外呢 在亚锦赛上面他获得了一个第三名啊 也就是说呢差一点点就就打进决赛 因为羽毛球呢 他成绩好的国家还主要是集中在亚洲 所以这亚锦赛有的时候比这个 这个国际比赛还难打 冬冬赛有的时候 是红紧怡的犹豫啊 冬赛有的时候 冬赛是我们的冬赛就是一个冬赛的冬赛 想打一个钓前场 不是非常的果断 杀球之后到前场的连贯还是比较快的 防止于这个球假动作的一个下压对角 这个动作是非常灵动 但是这个角度压得太厉害了 所以出现了下网 15比18 谭宁还落后3分 把错球回错的质量很高 再打一板直线 这个推对角被谭宁给把握住了 这个推对角还是拦得非常好的 差一点点 在底线方面 谭宁今天刚刚开始的时候 还是有几次失误 现在底线方面失误不是很多了 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边线 这个球砸在了边线上面 也是一个犹豫 这个发球就有点擦网 所以也影响了王子怡的判断 王子怡现在只差1分了 这个优势已经逐渐地缩小到1分 又是个回放失误 本来这个心理上面被追分的压力还是有的 也没有哪些 就好 托球不到位 下网18平 谭宁现在气势如虹 连续得分 连续两个调球 这也是谭宁尝试调球 这球两人打得都比较的谨慎 因为比分打到这个程度 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那两个人打的都是比较的保守 插在手上的话 其实已经到了很紧张的时刻 这球接杀党员网 太偏了 十九平 十九平 去发球的假动作 但是对方有准备 这假动作没有骗到谭宁 这样是 谭宁在比赛的第一局大部分时间 处于比分的落后的情况下 帅先来到了局点 转放一下改变一下节奏 又判断失误了 黄芷宁这个几次的分数的判断失误 导致了他在局点上面丢下了一个宝贵的一分 这是假动作的放网 其实动作还是非常漂亮的 可是不是特别的贴 然后后撤的速度没有赶过 没有赶上这个球的速度 这样谭宁是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 是逆转二十一比十九先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第二局的比赛里边呢 王芷宁是需要消化掉更多的一个不良的情绪的 因为在第一局比赛里面占尽了优势 大部分时间里是他在一分上面的领先 在最后的关键球上面处理的不是非常理想 然后导致了先丢一局 这个时候就是说需要重建信心 因为就是在2019年 他有六枚金牌入账的情况下 其实他击败过很多世界的名将 包括英达农 山口倩 内维尔 都曾经是王芷宁的手下败将 那么也就是说呢 他具备这个打败世界顶尖高手的实力 而且他的世界排名也是迅速地 进入到了世界前二十 应该说王芷宁呢 是国家一队当中的女单选手里 在东京奥运会的积分这个周期里边 所收获的最大的一个成绩 应该是比较被看好的一张王牌 后面的这个 因为疫情 所以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的节奏 受到了干扰 多多少少的 其实对于每位运动员来说 都需要消化和处理很多的问题 安心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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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一 lord country 转 поз insider 高手 不是 harder 旁边也没听着 你的楊大人 他嘉宁的肯瓦 很突然 而且这个推球正好是在面部的高度 我们看到 这个举个描很难受 王芷怡这球就揭飞了 就因为他是对手推得很快 而是推的高度非常的合适 这个就是第一局比分的一个心理影响 现在谭宁的整个在场上 他是来到了相对比较容易控制的这片场 去背对着观众 同时呢由于第一局的逆转 在心理上面是信心非常足的时候 假动作 这个球其实是谭宁一直在控制王芷怡的头顶位 对于王芷怡来说 能够把这一分拿下真的是很不容易 因为他反复呢是在头顶位的下压 然后连接往前 在这种多拍的跑动当中 是消耗比较多的 但是还是等到了对手的一个失误 加速地抽对角 这是反开的一个推后场 不是很到位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了王芷怡有一个变速的一个抽对角 3比4还落后一分 假动作的揭发球没有过往 王芷怡这个反拍一个钓球啊 轻调往前的这个击球 其实谭宁想回放也是不太容易借到这个力量 王芷怡反超比分来到了5比4 杀上网 结果的这个扑保也没有过去 羽怡快的部分 刘吉宇再拿1分6比4 冲击鱼再拿1分6比4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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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的下压比较的干脆 王止怡反拍推球不到位 被对手连续的下压压制住了 之前来看第一局打到尾声的时候 关键的时刻 王止怡他的这个头顶位的后撤步 确实有的时候显得比较慢 因为慢了所以才放掉了那一分 就是有可能就是说 侥幸的界内或界外的最后的局点 所以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头顶位其实是 谭宁经常会来压制对方的一个点 在比分上面 一旦接近或者领先的情况下 谭宁他的这个进攻 是在他的这个骨血里面 他这个球就是要求质量高 是他的一个天性可能 又打出一个很高质量的一个头顶下压球 结果出界了 这个球放得太高了 过往很高 王止怡反拍的推扑 因为之前 王止怡的这个球已经有滚网了 有擦网的这个迹象 确实不太好处理 8比5 发一个后场偷袭一下 就是头顶位 王止怡把球拉起来 再挡远网 对角线 批对角线 好球 这球抓得很漂亮 正守卫 其实王止怡的这个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就是正守卫的一个批杀球 他还是给自己留比较多的一个进攻的余量 不像是谭宁的那种打法 他的要求会比较高 反拍勾对角 反拍勾对角 质量勾得很好 问题是很突然 让这个谭宁没有准备 切发球这样 动作想要尾声 有些发球的变化 还是会改变这个节奏 你看这个球就是很吃力了 对王止怡来说 登跨到前场 在很低的位置来挑高球 很防守了 这是谭宁的机会 没有能够抓住 其实已经是来尝试控制王止怡的头顶位 王止怡这个球确实不是很到位 谭宁呢 又是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他说要一个批掉球 结果这个球是批在网袋上 很好的一个得分机会 没有把握出 就像湖北的王止怡在第二局 又是领先进入到技术尖歇 11比6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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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韩明 加油韩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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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比六 十一比六 十一比六 头顶位点沙对角线 这球打得相当的漂亮 回错质量很高 啊这个球界内吗 看一下王志怡其实已经进最大力量 向后场 前面那个球是这个 搓球搓得特别到位 所以王志怡呢 他去这个被动的来 把球挑起来 挑后场不是特别 就是说到底线这样给了 谭宁进攻的机会 追回了一分七比十二 还是控制王志怡的头顶位 让这一点杀一板直线 球顶位拉起来对角线 哇 这个球放的呀 太漂亮了 这就是谭宁他要的效果 但是每一分都要这种球 那真的难度太大了 看一下 哎呦 太高级了 刚才我们说 刚才那个球就很神奇 这个球又是一个轻打的下压 有点掉球的那种打法 又是在同样的点 又来一个 比刚才那个还高级 好像那个球在网带上面 停的时间更长一些 已经很被动了 主要还是谭宁这几分呢 在网口上面的表现很出色 他的这个回挫都是质量很好 然后呢抓推 因为回挫的质量高 所以呢这个王芷怡那边 只能是采用推球 或者是挑高球的一种 防御的方案 不是很到位 就让谭宁呢是给自己呢 往前的一个高水平的 一个技术的展示 然后创造了进攻的机会 投顶位抓推的下压 我们这一拍打得 还是相当漂亮的 很突然 13比10 我们又是这种放网 真的是 谭宁那个小技术 往前技术上面 确实是质量很好 假动作的一个放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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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 加推 杀直线 杨芷怡拿到一分 14比11 这球不容易啊 因为在正拍方向呢 有一个半愉悦 还得马上站起来 羽毛球运动员 他对这个体力的要求 是非常高的 所以现在总局呢 要求各个项目的运动员呢 都要有这个体能的训练 和体能的测试 在大赛之前呢 有体能的测试 是非常有必要的 特别是对羽毛球 这个项目 又是一个假动作的放网 寻找进攻击合 还是控制头顶位 又是头顶位 头顶位 王芷怡的点杀 确实不是很到位 党员网的对角 我们看到这球 这个勾球 造成了王芷怡的失误 其实在打法上面来讲 团宁呢 他的变化还是很多的 打法很聪明 比较的多元化 有点像和冰胶的那种风格 就是很有想象 因为打的手顺了以后呢 他的出球的质量 确实是非常高 你看他这球是一个吊球 起手之后呢 看到王芷怡的站位 非常靠后 因为他整体的感觉是 也许是杀球 所以王芷怡呢 他没有想到 对方的这个球 是一个吊球 擦网而过 所以他的这个判断上面呢 受到了影响 吊球 都是一个回放 质量很高 推出界了 杨宁虽然是 目前还是国庆队的选手 但是他的这个 比赛的状态来看 还是相当的聪明 就是说他球打得很巧 投顶位 王芷怡这一次的 扎推下压 批得非常的凶 因为对方是一个反拍 的一个 抽球 并不是很到位 有点稀松出手 15比14 王芷怡还有一分的优势 哎呀 又是运气啊 但是也是说明 韩宁的击球 要求特别高 又是在网代附近的 一个滚网球 这种球确实 谁都不太容易处理 快点 就没有 那么大家 也认识 大阅 去 去 看 所以 不是 说 我说 网綠率 王志宇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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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场的抽档 莫注意 王志宇在这个抽档的编织过程里面 突然地软放了一拍 这次谭宁还是想回出一个很低的球 但全世界在棟代上面滚了一下没过去 王志宇得分17比15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现在比分打到这样的话呢 王芷怡是比在第一局里面 遇到19平这样的比分上面 心理上面会有比较多的优势 四分的一个领先 看看这一局里面 王芷怡是不是有机会 把这个优势保持到最后 哎呀 要求太高了 可能这个多拍 也是挺消耗体力的 谭妮这个球要的就是边线 有点诱敌深入的感觉 就是给你这样一个半高球 让你打 你可能 有可能会飘出边线 果然还是得手的 球打得非常的聪明 好 好 我来吧 我来吧 王智依 嘉雅 王智依 嘉雅 王智依 嘉雅 彼此 王智依的舉點有四個舉點在手裡 王智依正拍的抓推點殺沒有過往 譚寧再追一分 我們剛才介紹了在今天的這個雙方的出場陣容來看呢 譚寧是唯一的一個身兼兩項比賽的選手 所以他的這個體力啊 當然我們從他的這個身形 還有他整個比賽的狀態來看 他確實還是有儲備 體能上面很出色 但是仍然還是會遇到一個節奏上面的一個調整 所以這個第一局 第一場比賽打進到決勝局 對於譚寧來說 確實還是 有比較大的一個挑戰和考驗 這樣是21比17 王智依呢搬回了一局 第一場的比賽 雙方就要進入到一個決勝局的交手 你可以想像的出來這個全國羽毛球冠軍賽打到這個階段啊 應該是針尖對賣忙的比賽了 所以應該用哪一場比賽都不會是說會輕鬆的一個獲勝 為集體榮譽而戰的團體比賽 每個運動員呢都會應該說是輕鬆而出啊 從今年的這個全國冠軍賽來看呢 有一些羽毛球隊 它一個是傳統的這個羽毛球強隊啊 在男團和女團的這種方面 因為人才的儲備都比較的多 所以呢他們無論是在男團還是女團方面 都能夠進入到前八 比方說浙江隊 江蘇隊 福建隊 湖南隊 上海隊 遼寧隊 都是在男團和女團方面呢 全部都進入到了前八名 所以說還是比較有實力的這個羽毛球的強省 我們來繼續關注決勝局的爭奪 這個球王組在對方的 又是一個很有想法的一個揭發球上面啊 讓王子儀出現了判斷的失誤 如果發小球的話 在單打方面發小球的話啊 就會出現對手直接的這種揭發球的變化 應該出界了 還是這樣 坦寧的雙腳起跳要求太高了 還是這樣 坦寧的雙腳起跳要求太高了 這球打得很精彩 這是對角線配對角線的穿真引線 從不法的移動上面來講 還有這個不確定性啊 球的這個不可預測性上來看呢 對 坦寧的變化是很多的 嗯 使王子儀呢 多次出現呢 在左右轉體 還有逾越式的這種鋪就的情況 也就是說在速度上面 它還是處於下風 然後呢在預判坦寧的球方面 球路方面啊 有一定的困難 中路的點殺下網 對於坦寧來說 雖然它是身兼兩個項目啊 他如果是說 自己的代表隊 福建隊 在前三場都是3比0獲勝的話呢 那麼他第四場就不用上場了 但是我估計是很難 因為湖北隊呢 他們在這個雙打方面人才積極 這個杜月 李英輝 李問妹和鄭宇 這都是國家一線的啊 國家一隊的這個高手 都在湖北隊 雖然他們今天呢 是打破了在國家隊的原配的組合 但是依然是有很強的實力 所以今天這個排平佈陣上面來看呢 第一場的女單是非常的關鍵 第一場 從比分上來看也是勢均力敵 區分上面1比1 現在呢是3比3在決勝局裡面 你看這個對角線的變化 在強往的這種意識 還有執行上面來講 譚寧這一分數是很果斷 推球推得很到位 然後再對角線勾對角 真是一個左右的一個交織啊 線路打得非常活 哎呦漂亮啊 你看就是這種不可預測性 王子儀呢 這個球就稍微的有一點點的 這個推球不是很到位 我們看到 拉了一個平高球 這種平高球啊 直接呢就讓譚寧呢 有一個劈對角的得分機會 這拉平高球 其實是 在速度上面 處於下風的時候的一個 相對來講擺脫的一個打法 但是如果高度不夠到位的話 這個對手還是很輕鬆的 能夠攔截得分的 王子儀有點著急了 頭頂位還強行的打對角線 出邊線 彈定6比3領先 在前兩局的比賽中呢 都是王子儀 比賽在早期都是比分上面的領先 但是現在呢 這場比賽來到了決勝局 是譚寧領先 6比3 這要求比較高了 就是擋網 開高空的一個擋網 王子儀 加油 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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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尼 打Which 雄 他整體的技占THE 組合 特別的多元化 此次 很充分地来展示自己的球技 确实是很难判断 王智宜也是用了一个假动作 好球 终于抓住了给杀的机会 这个组合王智宜的这个得分呢 就是有点像以其人之道环持其人之身的方法 他也是增加了这个往前的一些过渡球 增加了一些变化 发高眼球 也是等到了对手的失误 谭宁他是具备一拍进攻的能力的 所以在接发方面选择直接下压 当然这种高眼球呢如果发得很到位的话呢 就是其实直接下压 接发球的这一方是有难度的 6比7现在王智宜把比分追的还差一分了 还是发高眼球 就会选择拉起来拉对角线 就是门口上面的一个比拼 王智宜把比分追到7比7 就是能够看到 谭宁的这个回挫太追求质量 他就是要一板挫死对方的这种要求 进攻失误 王智宜比分反超8比7 因为双方的第一女单之间的交手啊 就是非常的凄烈啊 露死谁手现在还不是非常的明了 第一场比赛就已经打了一个多小时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球 也是说平高球过度不到位 对手的蓝掉 连续得分 现在王智宜是反超3分了 10比7 9一分 全部 103分 出划 这个假动作就是在往前的这个 手腕的一个小的一个抖动 造成了球路的改变 这个是唐宁 唐宁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经常使用的 他这个球其实相当远往 远往搓球其实难度挺高的 但是他的就是手腕的一个抖动 那球搓的这个非常的转 不仅是这个前后转 还是左右也转 敢拍勾对角勾得还不错 嗯再勾一个正拍的 漂亮 体力这一分啊还是赢在体力上面 进入多拍拉锯战之后呢 谭宁在这个出球的上面 他因为体力更好 所以他出球是比较到位的 比分很胶着 谭宁把比分追到了9比10 还差一分 正拍勾对角 谭宁在往前啊这些就是放网 还有他的这个勾对角的对角线之间的这个组合 一个正拍一个反拍的这种组合的使用 就是在往前啊大幅的调动对手的转身 包括整场比赛呢在底线的让对手的这种转体转身 你可以看见对王志宜的限制是很多的 所以王志宜呢出现很多次的扑救啊 转身扑救这种被动的局面 打得非常勉强 交换场地了 谭宁是后来居上了又 中间有一度比分落后 现在来到了11比10的反超 中间的组合的组合的组合 20秒 20秒 比分现在打到这个阶段 还是很难分出这个高下的 只有一分的分差 接下来这个决胜局的后半部分 对于双方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打团体赛 他还有一个肩上的压力的一个问题 要代表自己的这个团队来作战 很锻炼人 转放一拍 你看这种对角线的变化 很突然 但是这球是出界了 看看裁判的判断 这个球判给了王芷怡 这是一个反拍的抽对角 确实是有点 不太好说 感觉还是像有点像线上 十一比平 十一平 这次是铁定无疑的戒内了 正拍的点杀得分 这球已经很偏了 但是呢 这个是右手啊 是在一个右手的正拍位 所以还是可以尝试一下 这球有点被动了 没有想到 王芷怡这个球是突然那个放短 你看他就是一个 挡掉啊 蓝掉 嗯 搓球下网了 这比分真胶着呀 这个比赛真是打得如此的势均力敌 王芷怡起身真快啊 但是还是一直是处于被对手调动的节奏当中 因为在前面的这个几拍转身里面看到王芷怡已经是起身非常快了 脚下的步伐也很给力 但是呢 依然是在速度上面是处于被跟着对手打的这种局面 所以丢分的概率还是比较高 13平 这个太勉强了 王芷怡的这个反拍的搓球已经是很高质量了 看这个球 谭宁这个球是因为他有点后撤了 他也做中路一个防守啊 不管你上一拍打的什么阶段 可以下一拍做准备啊 习惯向都是要回到了球场的中间 所以他在后撤又 又回到前场来完成这个回撮的时候出现了失误 王芷怡连打两分15比13 挫脚了 差了一个垫步 速度差一点点都不行 要求又是比较高 投顶的滑拍 加油 王芷怡 加油 这场比赛呢 对于福建队啊 非常的重要 我们之前说了 因为湖北队的双打呀 特别强 四位今天上场的球员 都是国家队的一线主力 当然了这个福建队呢 也有黄东平 黄东平也是核心老将啊 他这个1995年出生呢 是上场的这个球员当中呢 比较这个有大姐姐资历的球员 他主要是在这个 国家队呢 主要是打混双 今天呢 是将作为第二双打的 这个出战福建队的比赛 但前提就是说 首先这个福建队得让这个比赛呢 打进到这个第四场 然后才能有这个第三单打韩岳的出场 谭宁这个受伤的地方 可能还是在出血吧 又再次请求了医生 在笔坟上面 现在也是他暂时落后啊 这种叫医疗的这个 也是在某种程度上面的 一个节奏上的调整 因为都是在规则 和允许的范围之内啊 这个 来做出的这个处理 像贾亦凡和刘玄炫呢 代表湖南队啊 这个打八进四的那场比赛里边 就是在比分上面 他们处于落后的情况下呢 贾亦凡呢就是来 盘了一下头发 就把头发重新盘起来 就这个动作 嗯 就是很重要啊 就是改变了这个场上的 这个节奏 也给自己的这个队友 第三单打 制造了上场的这个机会 比赛最终的是三比二 湖南队呢是获得了 进入四强的这个机会 今年的全国羽毛球冠军赛呢 它的这个成绩呢是第一阶段打小组单循环 这个小组的前两名呢 晋级第二阶段的决赛 然后这个前八名呢 他说要这个进行重新的抽签 然后是这个淘标赛 然后是这个淘汰淘汰赛啊 但是这个成绩呢是跟全运会不挂钩的 前面的这个小组第一阶段的循环呢 他的这个小组前三名决定了全运会的参赛资格 所以我们说这是全运会的这个预选赛和 全国羽毛球冠军赛的一个组合的比赛 他说平高球不是很到位 对对手啊直接的点杀 王子宜再次啊做出了愉悦的动作 韩宁的这个腿上现在是打了包扎 可能这种包扎啊还是会影响到 他的这个膝盖的打弯 回搓 要是头顶位后搓有点慢 防守还不错改变一下方向 哎呀 这个放往放到对手手里了 有点被动了 王子宜连续的蹬跨步啊 头顶位过度对角 哇 这个团宁的打法啊 真的是他这个假动作手腕一抖 特别的啊 这个让对手难以预测 不过王子宜这一个多拍呢 他是零力 在对手零力的进攻之下呢 做了非常缜密的防守 就非常轻盈的一个劈对角 拿下了这一分 看还是得摘下来 因为这个包扎呢 其实明显能够看出来 对于球员 他的这个膝关节打弯 是会有影响的 18比15再次恢复了三分的优势 这个挡网啊 蓝调啊 包括呢 在前场的勾对角呀 这是谭宁啊 经常会使用的 而且他隐蔽性特别强 好球 这个反拍的抽对角线啊 非常的棒啊 使用的很是时候 其实总体来看呢 我们看到王芷一 在这场比赛里 被对手呢 调动转体的移动 是比较多的 也就是谭宁呢 他在整个线路的组织上面啊 这个对角线的使用很灵活 相对来讲呢 王芷一的这个球呢 就比较的保守 他中路的这个直线球 控制这个头顶位 或者直线的这种 使用比较的多 有点乱了啊 谭宁呢 其实他是很有天赋的一名球员 这名球员呢 他就是需要加强稳定性 这个球打得还是很好看的 就像这个和宁交的球 也是非常的具有观赏性 但是他有的时候还是在场上面 会出现一些波动 这样王芷一为湖北队 带来了这场比赛的场点 转方一拍 这条线控制 防守得不错 漂亮啊 王芷一 虽然在决胜局里面是 这个对面的小妹妹先领先 但是这种王芷一还是啊 这个把握住了机会 成功地拿下了第一抢女子单打的胜利 为湖北队取得了开门红 我们稍微地休息一下 等一下一起来关注一下 双方的第一双打之间的对决 祝贺湖北队